大家好 现在是6月27号的上午11点钟 市场低开低走 那么对于具体的板块 半导体人工智能怎么看 给出明确的观点 别怕这里下跌多看机会 为什么 好 那么首先在前面3000点上方的时候 一路防范 不能补量 乡下跌破3000 以至于发生踩踏和乡下加速 那么经历了前面的五联姻之后 经过前面五联姻之后 中间的也出现了加速 也出现了少恐慌 也出现了补跌的表达 那么昨天 以科技股为代表的反弹向五军的靠拢 那么咱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就有过讲这样的一个预判 就说呢连续下跌过之后 几天之后呢 他有一个向五军方向的一个靠拢 靠拢的话呢 而且指出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短期的机会节点 而且的方向是科技方向 但是今天没有继续上行 反而呢 滴开滴走 整体还是维持在MI5的均线的下方 是不是宣告着短期机会点的破灭 市场的上演的是老乡别走 关门打狗 然后后面呢继续 飞流直下3000尺的这样的一个汹涌下跌 认为呢不要那么悲观了 这个时候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个人的逻辑啊 如果单纯的从残忍结构的一个视角来看呢 就昨天就讲出 从3174以来日线一笔下 昨天和前天 它对应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包含关系 包含关系的话呢 如果处理过之后 它还是日线的线下一笔 没有出现墙底分行 那么呢一笔还不能设备结束 那么今天的盘 今天上午盘呢 是跟昨天的阳线的范围之内 它也是一个包含关系 这是从日开的残忍结构 日开的话呢 那么它是一笔下的表达当中 之前讲到过 如果说你是非常稳健的 而且的话呢 求稳妥 那么方量下 前面方量下跌 后面呢 什么时候看到进攻的 墙板薄的阳线 或者是出现墙底分行 那么呢再进行把握 如果说呢 有水平 或者说呢 自己的技术 对机会的捕捉比较灵敏 那么当前的话呢 是积极把握机会的一个节点 但是车总要选对板块和个股 好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啊 从细节处出发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从3174点位以的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趋势下 五分钟趋势下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小随段的离开 是没有被迟的 没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当前演绎的 它对应了可以把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分类 怎么分类呢 例如前面这个位置是一个五分钟的标准 标准走出中枢 第二个五分钟标准走出中枢 只不过这个过程当中 小B段的离开和小随段的离开 他们两者相比较来讲没有被迟 但是呢 小随段内部一分钟走势呢 是一个中枢 两个中枢 三个中枢 内部呢 又有这样的一个被迟的 集点 也就是这个一分钟级别反弹 随时可以展开 这是咱们昨天上午盘 就开始讲到这样的一个观察和视角 那么当前怎么理解呢 当前对于市场的一个剧情演绎就两种 哪两种呢 因为这一个五分钟 它是没有被迟的 当前只是观察一分钟的不动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是一个一分钟向上的延续 来去考验前面的这个五分钟中枢大B 这个五分钟中枢大B对应的区间 是3010点和3030点在这个区间之内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今天沿着昨天的反弹继续往上 但是呢 如果说呈现的是属于缩量 或者是属于呈现的并没有明显的方量的表达 又进一步的靠近了3010的位置 反而什么呢 反而不好操作了 先手的把握的也是要 坚豪就是逢高立场的 而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回落 回落的话呢 那么因为他已经把不断的继续往上 这种表达的话呢 当下而言没有当走 那么就是两 剩下两种哪两种呢 一种是 围绕着2950商项 展开 由一分钟的中枢震荡 或者是一分钟的上下波动 来去勾注新的第三个五分钟枢 这是一种剧情 第二种剧情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然后向下把2933的位置呢 来再破一下 即便再破一下 那么对了 因为这个五分钟的线段没有生长出来 就要破 他对了还是前面的一分钟趋势的延续 五分钟小时一段的机遇离开 真的这个机遇离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下探过之后 一个是个人认为的空间有限 第二的话呢下探过之后 那么后面还是微信一样 超跌反弹的剧情呈现 因为那这个超跌反弹 我们讲到的是 核心考察的是3177以来的这一段下跌 对他的终结的修复 而不是说反弹一天了 或者是反弹两天了 就宣告 是一波反弹 那只是一种什么的 一种起跌之后的这样的一个 先视为这样的一个表达而已 好意思说当前对应的 如果说像从昨天的高点2976 到今天上午盘的低点 他对应的仅仅只是一个一分钟 形成下而已 那么方便一分钟层面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还可以视为什么呢 视为一 可以把它视为一分钟的中枢震浪 来去理解 只要说那293年不破 这个位置还是看一分钟走势生长 因为在五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五分钟 对应的 五分钟前面 这个位置严格来讲 他只是五分钟一笔上 中间呢 只有四个四根开线的 嗯 调整 中间还有一根包含关系 也说呢 他够不出反向的比 那么直接 还是五分钟的一笔上 当前的话呢 五分钟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 好 那么对应的 在五分钟层面 也说呢 当前的 跟中视角一 可以观察 就是他一个节奏已经变了 什么变了呢 前面 这一段刚刚要破三千的时候 已经到破三千之后的这两天的调整 它是加速的走法 它是杀恐慌的走法 以及什么呢 以及杀补跌的走法 而当前的话呢 已经节奏已经和前面不同了 这个位置呢 把它作为一个单边向下加速 那么当前的话呢 加速过之后 要么是反弹一下 看它的力度 要么是 来陷入新的这样的一个 嗯 震荡或者新的重置构建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 即便呢 盘中回落也好 或者是 哪怕是再给下新低也好 它的节奏和前面不同 那么从个股层面来去观察的话呢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再出现这样的一个阴 阴线也好 或者回落也好 已经不太容易出现 往前面动辄 跌幅百分之五百分之七 接着跌幅百的个股的话 现在接近三千家 大几百家 而现在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你会发现什么呢 涨跌 它的这样的一个 嗯 变化当中 大跌类型的个股和前面 相比较来讲 已经是换了一种节奏了 也就是说呢 有些 个股 当下呢 不太容易再向前面 触发这样的一个 嗯 相向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好 这是对于商政指数 那么我们再看板块 板块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像结合 创业板指数也是大同小异啊 创业板指数的话呢 对应的也是在五军的 下方五军没有上 那么用日开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昨天和前天 大前天 弱底分 没有上五军 那么今天还是个包含关系 好 那么也是从分容级别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他这是一个一分钟的 嗯 走速勾键而已 好 那么我重点还是看板块 板块里面的话呢 列出一项科技 科技板块的话呢 对应了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细分的板块都看着 那么都要去想要去把握 我觉得没意义 那么重点挑两个 一个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 1234.87以来的日线新增下 MICD 底背底的特征 那么昨天是一个强反包阳线 一根阳线的话呢 上五军 而且呢 把昨天 把前天 大前天 连续两根线都给覆盖掉 那么强底分又呈现了 那么今天这种回落 不管是像五军的靠拢也好 还是说呢 阳线半分也好 像这样的回落 实际上就是找模型下的买点的吗 这都毫无疑问了 好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那么对于板块里面 咱们昨天讲的比较的细致啊 那么今天实验因素 咱们就不做赘述 例如说这里面的话呢 从个股的视角 例如说对于一些 中盘类型的 或者是一些分支 龙头类型的 温妥性高一点的 例如说像科大讯飞 好 例如说像中科 曙光 那么这些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去跟踪和观察 观察这类个股的话 实际上就是跟踪 有没有中线资金 有没有真正的长线资金 这个中线长线 不是说有些散户 我是不是把握中线 把握长线 而是什么呢 而是说有没有机构资金 对该方向有进一步把握 好 那么对应的例如像 像新华网这种类型的 或者说什么 或者说像阴赛集团 只不过阴赛集团的话呢 直接引上去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已经 昨天20厘米 今天的话呢 再向上冲高十几个点的说 即便他能够继续冲摆 这个位置对散户来讲的话呢 也没有必要再去追了 因为 追高的风险 还是相对比较大 尤其是在下跌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从单变到震荡的节奏当中 那么呢 追高的风险会比较大 只不过呢 这是咱们在昨天给他点评到的 好 这是对于人工智能 也就是说呢 对于该方向 后面呢 还是要可以呢 积极就跟 只是以他作为代表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例如说像半导体 半导体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呈现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清晰的话呢 在今天找盘的时候 当时呢 就在 不管是在 在抖音的粉丝群 还是在学员 就有过这种一个图形的分享 什么呢 从2086点位以来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下位完成嘛 五分钟线段下 线段上 线段下 因为这一段线段和前面 它没有被吃 没有被吃呢 下跌未完成 那么新的五分钟线段上呢 只是观察前面这个地点就不接触 不接触的话呢 它是五分钟大线段下的一种空投结构 那么对应了 连它都不接触 对应了 必然还会有一个五分钟 线段下的这样的一个生长 那么如果说新的五分钟线段下生长 只不过这个位置如果不接触 它没有构筑标准的中数而已 它代表的是空中力量 还是偏强更强 如果接触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是把它当成中数来去构建 那么当前新的五分钟线段下的话呢 如果新的五分钟线段下生长出来 那么对于半导体板块的话呢 它跟踪的一个重点就是处于短期 看什么呢 短期看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向上 能不能接触前面这个低点 不接触低点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内三脉来进行 定性 那么对应的像有些偏强的一些个股充高的话呢 实际上是是不是要减一些呢 好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小周期观察这个位置 接不接触 不接触的话呢 先登上之后还得先登下 那么从中期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我要看它的结构了 例如说 五分钟上下上下上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接触公主中书 不接触的话呢 来观察新的 要么是回落前面低点不破 或者破一下前面低点 但是它和它是有被 大概的会有被磁 因为这是几点 两个大阴梦 好 如果说呢 再回落 然后破一下前面这个低点了 但是呢 它内部也可能会被磁 有被磁的话呢 那么它就容易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缩量之后 一旦出再度出现相当拐头 能够其实的放量 那么它就 随时可以呢 把它上演为 三十分钟中书震荡 让它再次开启 新的相当的离开 如果说这个位置 回落下来 就反出一旦是缩量 一旦没有力度 那么呢 它就会勾住 新的五分钟中书 或者的话呢 再一次下探 完成它走势 五分钟走势的 这种结构更饱满 意思说呢 对于 中期的视角来看 重点核心在于 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缩量之后 后面能不能再度拐头的时候 能不能再次迎来量能的回归 如果说能迎来量能回归的话呢 那么对于该方向 还是可以 依然重点去跟 只不过呢 在没有 在保持缩量的状态之下 当前的就属于很弱 而且呢 一些个股可能 该方向还属于这样的一个 补跌的一个 状态 好 这是对于 半导体板块指数的 当前的呈现 好 那么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那么对于当前的哀骨来讲 这个位置 要么 一分钟 总是构建 还在延续当中 只不过 这个位置呢 真的 像如果说呢 基于消上 量能不济 那么呢 反而 延续性 堪忧 要挺胜 但是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 阴阳交替 真正整理 那么呢 考验你的技术和对于 方向 对于板块的 这样的把握 这个位置如果说调 他只要说 因为前面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加速 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线下加速之后 这个位置只要没有出现 这种前面 这种啥恐慌的一个剧情 那么呢 核心盯着科技板块 科技方向 是可以什么呢 是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 方式和思路来进行 把握当前的节奏 当然 这适合什么呢 这适合你的应对的能力 比较灵敏 如果说呢 自己的技术 以及呢 操作应对 都欠缺 大有欠缺 那么就耐心的等待 方量的抢反暴阳线出现了 你再去观察和跟踪 好 所以说当下呢 在我的 在我看来 这个位置的话呢 向下 反而 没什么可怕的 好 然后的话呢 方向而言 没有太多方向 太多细分板块当中 没有必要看 没有必要每一个 都想要去参与 那么呢 例如说像科技 颗粒里面 例如像人工智能 分析 当然了 有的朋友 像软件服务 可不可以去看啊 可以只不过呢 有一个 有一个追踪点而已 好 这是今天 上午盘 给大家分享的 内容 喜欢的 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好 再见